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天怡黎公司的執行長 益春舅益老師來接受專訪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 益老師當初是什麼一個起勤動力或想要自己創業 創業的部分其實就是一個想要抒發 要把自己一些想做的事情把它做出來 所以從這編長頁當然就要累積一些所謂的經驗之類的 所以說你起碼做一個公司是你可以去主導的 那當然你就比較好去創業 所以公司我當初創業的時候我給了自己八個字 敬天理地尊重生命 那就是我意思齁 就有點類似現在大家都會後面加一個人本 不是特定的公司叫人本 不是大家無論怎麼樣都會加一個人本這樣子齁 這不是不好 以人為本做得到比較重要 所以我公司我當初創業的時候 就是給了自己這八個字 敬天理地 這個很重要 敬天理地很重要 像那個陳志帆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謝天 你了解齁 你為什麼可以謝嗎 謝天嘛 對 所以天地 養我們萬物 那尊重生命那是必然的 對 所以尊重生命 萬物是有緣終生 不是只有死掉的或活著 所以我這個公司我只希望能夠把這八個字 盡量把它做到 是 阿姨老師那你們天衣禮儀公司 他有沒有最當初你的一個初衷 一個經營裡面 當然有啦 我們其實當然一開始成立一個公司 最初是希望能活吧 基本要先活 撐了下去房東沒有來趕人了 希望下個月能夠好一點點 多少做得好一點 就要慢慢的這樣子 可是 就像 有時候跟一些學員在分享經驗的時候 就是說你做到最後 當你穩定之後 你就會想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或是改變你的不一樣的經營方式 或是希望 把你一些真的想做到的事情 在你的工作當中把它整個淋漓盡視的發揮出來 所以 有時候殯葬業 我覺得複雜 真的嗎 複雜 對 不是活人的不能複雜 也不是什麼搶生意什麼的複雜 而是你本身在做的時候 過程就複雜了 比如說你今天遇到一個是 一歲的小朋友 一個一百歲的老阿嬤 你遇到一個自殺的 為情自殺 為情自殺 那一個負擔家庭的重責大任的 一個主要的家庭經濟支柱 所以我 這本新書 就是 送行者的筆記 這本新書裡頭 我就寫了 非常多的故事 對 這些故事 其實就是 一些自己的 累積的經驗 這還不是二三十年的經驗 是把裡頭的精華再拿出來 當然我個人覺得我每個故事都很感人 感動自己 能不能感動別人 我不知道 可是確實裡面都有 我乾脆講一下 這本書裡頭的有一個故事 那個我跟他定 天明應該叫做十萬八千里的思念 他是一萬八千里的遺忘 這是一個女生 到美國去讀書 那真的條件非常好 可是他不想給家裡沒有負擔 對 所以在那邊當然就不順 十幾年前就不逝了就不順 他自殺了 真的喔 對 他自殺了 自殺的時候他哥哥是到美國去 但是他的骨灰回到台灣 那那個時候他哥哥就寫了一篇文章 叫他出兵那天 唸給他聽 那這個感覺 就像清朝原美寫的季妹文一樣 對 真的是 如死我障 無死誰埋 說風也大 真的就是那種感覺 他就說我拿著你的骨灰 從上飛機的那一刻 那整個的一個試驗的感覺都出來了 那我抱著你的骨灰 就像小時候我牽著你的手 到哪邊去啊上課啦玩什麼之類的 那早知道當初就不送你到機場 就不讓你去美國 那在美國那麼辛苦 什麼忍心不告訴家人 自己承擔 所以這部故事啊我現在一讀吧 奇蹟比特大 是 感人 我都覺得感人的 對 所以我把很多 奇蹟比例也好 對 奇蹟比特大的故事也好 什麼的 就把它擺在裡頭 這個起碼是我 從此冰藏業當中 一個紀錄 是 對 這個紀錄 那易老師坦白說 現在 禮儀公司 冰藏業應該也蠻競爭的 多 對 你有想過說 要怎麼去轉型嗎 也無法立刻轉型 只能在既有的基礎上面 在擴充我們的營業項目 是 對 那冰藏業我們談人的部分 就是你走了我幫你處理 最直接 是 如果處理先不管他 再來一個現在還蠻流行的 咱們家裡面的毛小孩走了 哇那個大家孝順啊 比電腦還孝順啊 是是是 毛孩市場蠻大的 對對 叫狗狗叫爸爸 叫媽媽的很多 這也沒有關係 反正人的感情已經疏離了 跟東西比較好相處 對 這也是一個方向 再來有個市場 就是所謂的生前告別式 是 不過各位所看到的生前告別式 我想包括主持人您的印象當中 應該就是這幾年 有些比如說舞蹈家有沒有 這幾年才有 對對對 大家本來生前告別什麼之類 辦得很好什麼之類的 其實生前告別式在清朝的時候 就開始了 清朝就有 真的喔 清朝富貴人家 為什麼辦生前告別式 是 為了 貼福修 喔 當過一次吧 我已經死過一次 騙過閻羅王 我也再死第二次 所以 那麼 然後 因為台灣從2019年開始 已經到了生不如死的一個 一個平衡 所以說 每年生個十三十四萬人 死了二十幾萬人 那不像話 那怎麼辦 他的椅子又一直開 大家覺得門檻人地一直開 活那麼久幹嘛不死 又生那麼少 想死都沒得死 是 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對 生前告別式 哇 那不得了啦 你看吧 我們舉例要講 台灣有多少人喔 我們用兩千兩百萬來算好了 每年十萬人口數是多少呢 我們以二十萬來算 都算整數嘛 你看多好 每年本來有二十萬的生意嘛 變成 兩千兩百萬的生意 是 了解我意思嗎 當然這個是有年齡的區分啦 是 年輕人沒事搬那個幹嘛 可是為什麼我提這個概念 這個其實很重要 你要跳脫一個就是 不是當你一個什麼 癌磨 快走了 你在辦這個 我講的不是 那你心情已經不一樣了 對 他只是想怎麼樣 當然這是 個人的觀念 我如果死的時候 你不要包白包來我家 我也都買不到 那種概念喔 所以說 我也不曉得你跟我感情怎麼樣 我就先死一次 看看你會不會來 欠我的錢會不會順便拿來還的意思 對 所以他做這個動作 可是 為什麼要等生病才做呢 為什麼等到你已經 醫生跟你宣判剩不到一年的時候 才列下這一輩子應該做的十件事情呢 不是這樣做的 是 所以我是希望說這個部分 能夠把它 呃 更開闊一點 更開闊一點 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但是能不能接受我還不知道 這幾年好像比較可以接受了 這一兩年 對 但是 都是片段式的 你了解我講的片段式嗎 所以片段式就是 他做一個部分啦 比如說你們看到名字那一部分 大概就弄個音樂會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這個事情 我講的不一樣 搞不好主持人待會下了節目之後 就視訊我 我幫你搗煮好不好 但是我這個人是這樣子有個好處 我 懶得做 不過我會開闊出來讓大家去做 你們思考一下 嗯 所以今天有看這個節目的 我告訴你發財了 嗯 在香港有做過 嗯 他弄了一個棺材 嗯 那讓 阿公阿嬤 都看看啊 哦 教他嗎 教他 教他 老伯就是這個啊 嗯 這是一種概念 嗯 我不一定弄在告別式的過程 才叫做生前告別式 嗯 我生前 我先告別我的親友 都叫告別式吧 嗯 那你躺這個 你平常不會去躺嘛 嗯 穿個獸衣 這也是一種 嗯 那我講的是什麼呢 嗯 譬如說 你要一點想像的空間喔 嗯 你到我這邊之後 我們先諮詢一下 嗯 透過諮詢之後 我發覺你適合 嗯 除了適合就是 你為什麼想做 身前告別的 好的 你來寫一個單字 嗯 然後呢 你選一首歌 嗯 你這邊最喜歡的歌或音樂 嗯 然後呢 寫下 你想 告訴你親人的話 嗯 好 那氣氛就出來了 嗯 唸這一段 我想大概你唸這一段 已經哭了快死了啦 嗯 好 然後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 類似做那個 那個 什麼 核子共振的檢查的圓筒裝的東西 嗯 要想像喔 是 你叫粉筒 這邊當然就是彎木囉 嗯 躺在裡頭 蓋起來 嗯 從這邊 送到那個 出口 嗯 這一段 密閉空間 就是你的死亡過程 嗯 它很慢 嗯 時間大概就是 一分鐘 兩分鐘 過程當中 你喜歡的歌曲或音樂 不斷在現場瀰漫著 嗯 這個棺木送送送送送送 從到盡頭的時候 嗯 打開了 你的親人在那邊接你 嗯 你重生了 你出來之後 嗯 那總不能讓你空手而回 嗯 那我就給你一張 你死過的證書 是 為什麼做這個動作 這事情搞別的事喔 這個事喔 是 對 為什麼做這個 你回想很多年前的時候 有所謂的 企業培訓班 嗯 在火車站大聲的呼喊啊 什麼之類的有沒有 對 希望激發你的錢 是 其實透過死亡的體驗 嗯 就生前告別的事嘛 嗯 透過死亡的體驗 你真的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 你會有不同的想法跟做法 嗯 所以他客人在哪裡 嗯 告訴你 你可以死兩至三次 信不信 是 你就是一個業 業績掛出來的公司 業績不好是吧 嗯 最近花錢來走這麼一趟 嗯 再不行 再來走一趟 那個死三次咧 回去業績就成長了 是 激勵員工也可以來這個 嗯 嗯 小朋友可以教育他 生命教育的觀念 嗯 這個 這個是商機啊 欸這個我就真的很想做 哦 是 可以思考一下 嗯 我騙你 待會我們就私立一下就 好吧 就先 對這個真的是一個方向 也是我真的是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哦 是 算是你們未來的規劃吧 我不能講規劃 搞不好明天我就死了 成了古人我怎麼 但是呢 所以我說 我隨時是抱著佛家所講的 準備要死的心態 嗯 唯有你準備這個心態 你才會活在當下 所以在這個當下 我就把我這個概念 對 透過這個鏡頭 我告訴大家 是 你不做我就做了 嗯 你做我還是要做 是 對我希望你做得比我好 嗯 因為你活得比我久 是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對 二十萬人的生意 兩千兩百萬人的生意 嗯 哪個好 是 那易老師那 如果說現在有人對 真的殯葬業啦 有興趣他也想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作業不難 嗯 守業為堅 嗯 所以說 還是要一些策略啦 當然除了你的職業本能之外 嗯 我覺得不斷的成長很重要 嗯 不斷的成長透過 尊嚴的培訓 嗯 還有你不斷的做 對 你可以累積很多經驗 嗯 但是我還是希望說 那我怕你當下這個 不要做殯葬業啦 嗯 我很怕你撐不久 哦 我很怕你撐不久 是 但是 不要把殯葬業只局限在於說 我開一家禮儀社 嗯 那你的 思想就宰了 對 哦 也冰葬 叫一個產業 嗯 產業 嗯 我今天開一個禮儀公司 那也不過就是一個人走了之後 家人委託我幫他辦這個親人的後事 對 可是呢 要很多人來協助啊 嗯 是吧 很多人協助 那很多人協助的過程當中 這些 都歸屬在 冰葬業的一環 嗯 因此你要踏入冰葬業的時候 嗯 如果說你只局限在 只開個禮儀社 那容易了 我可以跟你講 非常容易 嗯 你就開了就等人死吧 沒人死就換人死吧 非常容易 嗯 可是你何不把他開過來 嗯 有很多 你可以去做 真的可以做 包括你的產品研發也可以做 嗯 產品研發 對 這幾年已經不講說軟體了 講究硬體 嗯 所以現場弄得非常的漂亮 嗯 有得搞得很熱鬧 有得搞得很有氣氛 是 甲山甲水什麼都一樣 嗯 這也是你可以去做的部分 對 導不見得說我一定要開個禮儀社 嗯 所以一個年輕人或是一個新手 想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嗯 你也先該問自己 如果在冰葬業這條路上 你的職業不能到哪裡 嗯 或是其實 你真正喜歡的並不是冰葬業 嗯 而是在告別式當中 能夠發揮你的創意 所以那麼你應該成立了一家創意公司 嗯 就不叫你一色了 是 可是你做的還是冰葬的工作 哦 對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你先認清楚你自己 你的專行在哪裡 對 你適合的在哪裡 你再進來 對 應該是說 不管什麼行業創業之前 就是要先認清自己 當然是 對 你對這個有沒有熱忱 你有沒有喜歡 對 如果真的沒熱忱 你就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對 你到時候搞到最後 你50歲了才轉行來不及了 是是是 今天高興邀請到 天一禮儀公司的執行長 益春秋益老師來接受專訪 謝謝益老師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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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